但見到今天的內房股就收押了 其中碧桂園和碧桂園服務都很上下 因為摩通就將碧桂園的評級由中成降低減遲 大減目標價六成去看九毫子一元都沒有 同時都將碧桂園的評級都連降兩級去減遲 大上目標價近七成去看六個七 摩通就說主要是憂慮民營房幾個流動性狀況 我指出面對銷售皮藥和軟陽 曼達都出現一個流動性問題 以及內地當局對於房企載融資的支持力度仿叛 而剛剛講到城中村的改造 他們覺得沒什麼細節 不夠具體 先看看內房流動性的問題 就是曼達和軟陽近來都是焦點 曼達都出售旗下那個曼達電影的北投比中國穴議 常還星期日到期一筆債務 而軟陽方面又傳還不到債息 向軟陽服務轉讓資產 燒一筆六億多的賬 其實還有陸地 四億多的美元債違約 內房的債問題去年年尾 其實市場都很猜有些緩和 甚至可能樂觀點覺得就到尾聲 但現在看起來似乎好像終點都沒有看到 終點都不知道有沒有去到一半 這個情況是我們每次有一些政策 聽到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想 那些政策會扶持 但是不內房的債務問題 我想要搞清楚就是 你每個月都會有不同公司到期的 如果用時間去計算 用兩年前去比較 有些是發六年債 甚至七年債 那你就要加了 即是說五年之後 都還有債務違約的可能性 那這個消息呢 這些消息就不會這麼容易 是在現在被消化 即是政策沒有解決到問題之後 繼續違約呢 那些內房的問題繼續會持續的 那現在是好些呢 就是有些大型的民企 其實今年到期 或者年底到期的量不太多 那有些呢 就是說的是二五年 或者二六年 就是大了幾隻的民企 才會多些 所以它應該就不會消到新 即是近來有些年代軟陽那些 大家覺得你是國企來的 那你都違約 那大家就會很看淡 就是整個投資價值 變相那些內房債都跌得很厲害 那我想不要真是說叫好些 就應該都是實質少少 去怎樣去有一個很明確的一些政策 去解決內房的那些債務到期的問題 那現在間間都是到期就躺平的 就是有它違約的 那我覺得對於投資者信心不太大 那變相你的物管都可能受著拖累 因為你看到就是有些 到期違約的方法的時候 就你問回一間子公司 服務公司去拿錢 那這些就會影響了 就是投資者對於物管股的氣氛 那見到就是部分內房或者物管股 其實它的股價都迫近去年10月那些低位 其實那個氣氛都很差 因為可能市場對於內地 會出一些政策 實際的政策幫助內房 但是每次都未出 就是是不是市場都越來越失去耐性 可能出現這些債務問題的時候 不理了 先沽了 是的 因為你買它博不到反彈自然 博不到彈破底就要沽了 那你見到迫伏就有些這樣的情況 還有大家可能會擔心 你一直解決不到問題 你就要找兒子來幫忙 所以這些都會影響了物管股 他們那個股價走勢 甚至乎大家沒有好看基本面 因為基本面其實就算 即是說你現在都叫保交流 保交流應該是給自公司去做物管的 即是每年的管理面積是多了 那一些固定的管理費 其實都已經是有收入的增長 那你毛利率 或者你不是降價降得很厲害的話 每年盈利增長不算太誇張 但是現在開始見到一些物管股 其實有些低單位數的盈利預測的情況 那你再加上一些行刀劈價 那大家就很擔心 現在硬件的便宜是不是便宜呢 那所以就出現了一破底 就股價會跌幅加大這個情況 那我覺得基本面其實很多隻都不是很差的 不過氣氛真的很差 如果你說你純粹買少許薄反彈 我都不介意你會這樣做 那但是你就每逢穿一些技術支持位 就要定回止蝕 就鹽走蝕蝕很重要 嗯 其實大股市都是移回氣氛去主導著 即都忽略了基本面這些因素 那早上都集中談談壁伏和壁桂園 上星期五壁桂園雖然融資成功 多間機構提供港元和美元相比的定期貸款 涉及總額有超過60億港元 有境內債重挫之後暫停買賣 出來說了 集團上半年交付27萬8千套房屋 是行業第一 但都沒有用的 即是逼貨今天還要越跌越多 那除了院商降評級和目標價 原來是總裁李長江上星期三有減遲 這一次減三百多萬股 套現2千8百萬元 完成之後持股降到0.11% 今年三月底 其實它才減遲過一次 而壁桂園其實都是大發展商 雖然是民企 但摩通就說 內地應該不會想見到一間知名的內房出市 所以又有因去為公司提供一些流動性的支持 即是現在撈底的難度和風險在哪裡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底 而且你眼見的便宜 原來一些公司的高管都會照顧 所以你會形成一個很差的情況 就是這些價格去到沽 你會形成一個很高的 還有不跌 變相大家對於板塊的信心 就不算太高 我覺得你說用回市場 去一個大到不能到 即是不希望去倒閉這個角度去看 我覺得是對的 但你是從公司的存在與否 即是否代表公司的盈利甚至乎股價表現一定好 就不是的 即是你有流動性 可能他們都是賺少了少 甚至乎都要解決一些債務問題 這些就未必說是投資現在的物館 甚至乎是一些房企的時間 其實摩通把壁桂園的目標價給到九毫子 其實九毫子的壁桂園上市都未見過 低位都是一元 即是九毫子會不會太過悲觀 或太過誇張 其實你看到價格就很誇張 但我覺得都很正常 因為現在面對的問題 就是你可以補交樓 但你補完交樓的錢 賺了不是袋袋 你都要還息 然後再還債 其實你都是資不得債的 而另外就是 好 被你捱到這幾年 之後你還有沒有樓去賣呢 你見不到現在很多家內訪有買地 你看他們每個月只說補交樓 只有一、兩家說買地 所以這些因素 都是很擔心到其實內訪那個業務的持續性 尤其是未來的幾年